花莲市美伦西畔旁边的日式宿舍群建筑江军府在4月1号又要开幕了 为了关心环境安全设施 县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郑乾隆 还有二招吴建志等议员特别前往现场会刊 了解未来营运措施也要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花莲市美伦西畔的日式宿舍群建筑江军府 为近百年历史的县古迹 三年半前在中央以及县府移住2.6亿建筑费来修复再造 现在已经竣工并且转型为一文基地 将进幅1936延区 由于整体景观散发着浓浓的日本京都的氛围 由花莲小京都美育 3月25号开始营运 4月1号开幕 运作主席将赞财预约制 为了解相关周边设施 欢迎现役会教育小组也请往现场会刊 今天我们现役会教育小组来到我们江青府 来看我们的早期的节目的一个修改 我想我们4月1号我们江青府就将要来开幕 那我们本着就是说了解我们江青府里面的设施 是不是够完善 那我们的馅饼观光客进来这边 是不是会很安全的在这边游戏 那我们就想说如果哪里做比较不完善的部分 那请问我们建屋尽量来补墙 那如果有需要再扩散部分 我想我们议会教育小组一定会潜力的支持 那好的设施就是要让它活络 那安全很重要 尤其现场看到很多的建筑物都是木造的部分 那里面的设施有明火的部分 当然都是摆在边边角角 那当然安全性是够 那很多的设施的部分 那是不是有起得相关我们主管机关的一个执照的部分 我想这个还是要切实的公共部门 还是要称作 把该做的设施做好 这个就是我们行政机关该做的工作 那行政机关跟民意机关是站在一起的 那共同为我们地方来创造更大的商机 也能创造更大的让我们民众有一个新的一个修气理由的一个新的一个经验 幸福文化区别老师江军府1936元期以花园人的客厅 理念注入当地的生活以及特色 今天开始是营运 4月1号正式开幕 不过营运初期才营业制 以维护文化资产以及游客安全 相信可前往脸书粉丝专页 欢迎江军府1936查询 记得订阅欢迎欢迎收到